香港客区政府昨晚也在港九和新界的不同地区举办了多场大型灯会 庆贺传统的元宵假节 度过了前段时间的寒冷天气 香港的气温本周逐渐回升 而元宵节更是天空作美 很多市民早早地吃过晚饭就去家外出赏灯了 为了翻遍市民观看 香港政府在九龙、新界、文化中心等五个地方举办了大型的彩灯会 在九龙高山大公园展出的彩灯以中国情为主题 璀璨的彩灯中有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的历朝佳人画当年 有描绘祖国众美和珊的花露奔驰大东北 熊猫休憩四川林等 今年是奥运年 每处灯会现场都设立了和北京奥运有关的彩灯 成为今年元宵灯会的亮点 除了炫目的彩灯展览 灯会上各种民族歌舞传统记忆的表演也吸引了大批观众 许多游人还仿向古代文人雅士 静彩灯仪到处一片喜气洋洋的新年气氛 感谢观看